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自己的银行卡提供给他 到时候再帮他到银行取钱 每取一笔钱 我表哥就会给你一笔好处费 见何彬不相信 周立涛接着说 每取十万块 我表哥会给你一千块 世上竟有这么容易的事 何彬吃了一惊 他心想 自己每个月是累死累活 也就那么几千块钱 现在只要动动手指 帮别人取点钱 就能挣得很多钱 这种好事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怪不得这周立涛平日游手好闲 生活也能过得这么滋润 原来是靠着这个发财 想到这 何彬不禁心动起来 但是何彬转念一想 这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 周立涛似乎看出了何彬的疑惑 连忙拍着胸脯保证 你是不是在担心安全问题啊 没事的 这些钱都是赌产 每天挣的干净钱 你不知道 开赌产在国外是合法的吗 再说了 我做这一行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到现在也没出过事 经过周立涛的一番劝说 何彬动心了 他随即把自己的几张银行卡 交给周立涛 并做起了发财梦 几天后 周立涛就约何彬到银行帮忙取钱 周立涛说 我表哥已经转了二十万 到你的银行卡里 你去银行取二十万现金出来 何彬立即前往银行的柜台 果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里 多了二十万 他没有怀疑 将二十万通通取了出来 然后交给了在银行外 等候的周立涛 按照约定 取十万给一千 于是周立涛 从里面数了两千块钱 拿给何彬 说这是给你的好处费 何彬接过钱满心欢喜 满说 下次有这样的好处 可别忘了兄弟啊 周立涛拍了拍他的街板说 只要你好好干 发财肯定少不了你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何彬又陆陆续续帮周立涛 取了好几笔钱 打开一看 短信里居然说 他名下的一张银行卡被冻结了 银行卡好端端的 怎么会被冻结呢 何彬十分疑惑 于是打电话给银行的工作人员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 那张银行卡因为涉嫌诈骗款项 被公安机关暂时冻结了 何彬听完大惊失色 他想到这张银行卡 以前自己是不用的 只是最近用来帮周立涛的表格转钱 想到这 他立刻找到周立涛 质问他 是不是用自己的银行卡 去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周立涛见东川事发 也只好将事情和盘拖出 原来啊 周立涛的表格 根本不是在什么 境外大老板的赌场里工作 而是在境外实施网络诈骗 之前转到何彬卡里的钱 就是他们诈骗得来的钱 何彬听完怒气冲冲地说 诈骗 这不是违法犯罪吗 你怎么能骗我做这种事 亏我还把你当好兄弟 周立涛连满安抚何彬说 你别着急 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 要是我一开始就说 这是诈骗来的钱 你怎么敢跟我一起发财呢 何彬说 那你也不能把我玩火坑你推啊 诈骗可是要坐牢的 周立涛立马说 谁说你会坐牢 又不是你在诈骗 你只是在帮我这个朋友的忙 帮我把钱取出来而已 谁规定帮朋友取钱犯法了 再说了 万一出事了 你就说不知道这些钱是诈骗来的 警察没有证据是不能抓你的 还有啊 我都已经干了很多年了 都没出事 你也不会有事的 听了周立涛的解释 何彬还是有些不相信 周立涛又约定在原先的基础上 每取出10万元 再多给何彬200元 也就是1200元的好处费 就这样 在利益的诱惑下 何彬把担忧抛到脑后 继续用自己的其他银行卡 帮助周立涛取钱 直到有一天 两名警察敲开了何彬的家门 把他传唤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何彬顿时杀眼了 去到公安局后 警察告诉他 他的发小周立涛 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拘留了 何彬立刻想到 自己曾经帮周立涛取过钱 连忙把取钱的整件事 都向警察交代的一清二楚 听完何彬的交代 警察告诉何彬 他被周立涛拉进了一个 涉嫌参与网络诈骗的团伙 原来周立涛是某个 网络诈骗团伙的成员之一 该团伙在网络上 以高额回报为诱饵 需购投资交易平台 吸引受害人投资 等到受害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后 该团伙再将平台关闭 随后将诈骗所得的款项 转入他人的银行卡 通过取线方式转移赃款 达到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 而周立涛正是这个团伙中 负责转移赃款的角色 周立涛需要用何彬的银行卡 来转移诈骗所得的款项 所以才会连哄带骗加利诱 让何彬提供了多张银行卡 并帮助取线 审讯中警方告知何彬 经过警方调查 何彬名下的多张银行卡 先后转入了数名受害人 共两百多万的款项 并且都被何彬取线了 何彬也因此获利两万余元 何彬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听到这 何彬连忙解释道 我只是帮周立涛取钱而已 又没有参与诈骗 难道这样也犯罪吗 我认为我不是犯罪 那么何彬的行为 会不会构成犯罪呢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 而予于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 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 刑法第312条规定 明知是犯罪所得 而予于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 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除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关于犯罪所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 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通过犯罪直接得到的赃款赃物 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犯罪所得 关于其他方法 擅述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规定 明知是犯罪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 而采取窝藏 转移 收购 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 如居间介绍买卖 收售 持有 使用 加工 提供资金账户 协助将财务 转换为现金 金融票据 有价证券 协助将资金转移 汇往境外等等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 其他方法 根据善述规定 通过诈骗所得的款项 显然就属于犯罪所得的赃款 对明知是赃款 还提供资金账户 帮助提现 协助将资金转移 属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 其他方法 构成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 回到本案 何滨提供了多张银行卡 给周立涛 并帮助提现 在其中一张银行卡 被冻结后 通过向周立涛了解 已经知道银行卡里的钱 是诈骗得来的 仍然继续同意 周立涛使用 何滨的其他银行卡 收取诈骗款项 并继续帮助周立涛取现 何滨的行为 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何滨关于 不构成犯罪的辩解意见 不能成立 经过侦查 公安机关已涉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对何滨宣布逮捕 案件侦查结束后 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院以同一罪名 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了此案 最终 法院判决何滨构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听到法官的宣判 何滨终于明白 即便自己没有实施诈骗 只要提供了银行账号 帮助他人 提取犯罪款项的行为 同样也是犯罪行为 他后悔自己 不该贪图小利 答应周立涛提供银行卡 和提取现金 后悔在知道卡里的钱 是诈骗款项之后 还听信周立涛的话 心存侥幸 继续协助周立涛 转移卡里的钱 面对判决 何滨没有上诉 他怀着悔恨的心情 去了监狱赴行 本案中 何滨为了一时的迎头小利 将自己的银行卡给他人 协助转移犯罪所得 最终给自己引来了牢狱之灾 在下一个案件中 主人公同样是将自己的银行卡 交给他人实施违法犯罪的事 但是却构成了另外一个罪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走进下一个案件 男子办理银行贷款没有成功 之后他想出一招 很快 男子银行卡遭遇冻结 随后警察找上门来 男子仅提供了银行卡 并不了解对方在干违法事业 这种情况下 男子会构成反罪吗 危险的银行卡 法律奖行正在播出 一天 戴伟在一家餐馆刷着手机 突然一个叫虎子的人发信息给他 我们的工作室是专门帮助别人办理贷款的 请问您有这个需要吗 看到这个消息 戴伟是欣喜万分 连门回复说 我需要 为何戴伟如此激动 原来戴伟就是这家餐馆的老板 今年三十岁 半年前他的餐馆刚开业 在他的用心经营下 餐厅的生意很快红火了起来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最近餐厅的生意因为疫情的发生而急转直下 眼看餐厅是入不敷出 即将倒闭 戴伟决定到银行申请一笔贷款 继续经营 贷款的过程刚开始还是比较顺利 然而 就在戴伟按照银行要求提交了数份材料之后 银行却通知戴伟 他名下的银行卡流水不足 不批准贷款申请 收到银行的通知 戴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四处找人帮忙办贷款 无意中戴伟听说银行卡的流水是可以刷的 他心想只要找人帮忙刷一下流水 达到银行的要求 不就能把贷款申请下来了吗 想到这里 戴伟开始在网络上各个微信群发布消息 询问是否有人可以刷银行卡的流水 帮忙办理贷款 这才有了开始的一幕 看到网上有人帮忙办理贷款 戴伟就像看到了救星 虎子对戴伟说 自己的工作室是专门帮别人刷银行卡流水的 只要戴伟支付他们一定的报酬 再把银行卡账号和密码提供给他们 他们就能通过不断地转入转出资金 来增加戴伟名下银行卡的资金流动 也就是俗称的刷银行流水 戴伟一听 这不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吗 于是他就和虎子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两人见面之后 戴伟将自己的几张银行卡和密码都提供给虎子 只见虎子一番操作 再加上戴伟配合用手机刷脸 很快 戴伟的银行卡就有几笔转战进入 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好几万 然后又被迅速地转走 戴伟满意地将两百元的报酬付给了虎子 虎子告诉他 这流水要定期刷才有用 银行才会相信 让戴伟回去过段时间再约戴伟 然而几天后还没等到虎子的通知 戴伟却先收到了银行卡被冻结的消息 一番询问之下 戴伟这才知道 自己提供给虎子的其中一张银行卡 因为涉嫌信息网络犯罪被公安机关冻结了 难不成自己的银行卡被虎子用去做网络犯罪了 戴伟赶紧上网搜索关键字 浏览到的信息让戴伟是出了一身冷汗 信息显示 有一些犯罪团伙 表面上是帮忙刷流水 实际上是利用他人的银行卡 收取受害人的资金 之后快速转移 看来虎子的工作室 有可能就是这样的犯罪团伙 想到这戴伟打算报警 可是手机刚拿到手上 他又犹豫了 原来戴伟有一个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 展现漂亮性格活泼 戴伟对女朋友那是百般宠爱 只要女朋友喜欢的戴伟都想办法满足他 这好不容易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女朋友提出要戴伟买房才肯结婚 为了和新商人结婚 戴伟就努力地经营餐馆 希望尽快挣购买房首期 可现在餐馆生意清冷 每日亏损 还指望贷款让餐馆起死回生 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报警 银行卡的流水没人帮他刷 贷款也就批不下来 餐馆关门 买房结婚的事就得泡汤了 戴伟不想让餐馆倒闭 更不想失去心爱的女友 他决定将报警的事情先放到一边 等银行贷款批下来以后 就立刻停止找人刷流水 那么事情会像戴伟想的那样顺利吗 反正刷流水这件事 只有自己和虎子知道 除此之外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即使真的被警察查到 自己也可以辩解说 不清楚虎子他们是做什么的 自己没有猜予为由 推卸责任 于是戴伟继续让虎子 用自己的其他银行卡刷流水 并且支付了2800元的报酬 最终戴伟顺利地从银行 申请到了贷款 餐馆的生意慢慢有了好转 然而一个月后的一天 戴伟却突然接到警察的电话 说有一起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需要戴伟到公安机关去配合调查 戴伟一下子慌了 猜测是因为刷银行卡流水的事 他不敢怠慢 马上去到公安局 并如实交代了整个经过 审讯中警察告诉戴伟 虎子所谓的工作室 其实是一个实施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 该团伙一方面在网络上实施诈骗 另外一方面在网络上发布信息称 可以为需要贷款的人刷银行流水 借此拿到他人的银行账号 用于接收诈骗款项并操作转移 戴伟就是因此而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号 给到了虎子 虎子看似帮戴伟刷流水 实则是在转移诈骗款项 该团伙最近已经被公安机关 一并抓获 警方查明 戴伟名下的几张银行卡 前后帮助这个犯罪团伙 转于人民币九十多万元 戴伟的行为已经涉嫌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听到自己犯罪了 戴伟辩解称 他只是付费找人替自己刷银行流水 根本不知道对方在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所以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那么戴伟的辩解能成立吗 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刑法第287条之二第一款规定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 服务器托管 网络存储 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供广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病处或者单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2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犯罪提供帮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287条之二 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2.支付结算金额 20万元以上的 根据善数规定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而提供支付结算帮助 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的 属于情节严重 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其中的明知 并不要求行为人 确确地知道 他人是怎么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只要行为人意识到 他人可能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就可推定是明知 回到案件中 代委最初通过虎子刷银行流水 对于虎子的刷银行流水的款项 是否是违法犯罪的性质 他不知情 此时不属于明知 后来 代委其中的一张银行卡被冻结 他已经了解到被冻结的原因 与信息网络犯罪有关 也上晚搜索了相关的信息 此时代委已经意识到 虎子表面上是收取他的小额报酬 帮他刷银行流水 实际上很可能在利用他的银行卡 实施信息网络犯罪 但是他出于贷款的迫切需要 仍然继续让虎子为他刷银行流水 这个时候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明知 明知而提供支付结算帮助 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 达到情节严重的金额 应当认定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 构成犯罪 至于代委所说的 给虎子刷流水给了报酬 并不影响该罪名的成立 所以代委关于不知情和支付了报酬 就不构成犯罪的辩解意见 依法不能成立 事到如今代委也终于明白 自己的行为是触犯了刑法 他表示认罪认罚 并且主动缴纳罚金 最终法院认定代委的行为是自首 综合考虑各项从宽良刑情节 对代委从轻处罚 判决代委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八千元 而虎子及其犯罪团伙 被关机关抓获后 也被另案处理 代委的女朋友 在得知代委犯罪的经过之后 埋怨代委实在太糊涂 提出了分手 被判刑后 代委的肠子都毁清了 如果当时银行卡被冻结 自己不是心存侥幸 继续让虎子刷银行流水 最多也就是餐馆经营不下去 另想办法挣钱买房结婚 也不至于走上犯罪的道路 可如今自己失去自由 餐馆倒闭 心爱女友也是离自己而去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观众朋友们 银行卡作为我们身边 必备的物品 如果随意给他人使用 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走上犯罪的道路 就像案例一中的河冰 为了贪图一点点好处费 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借给他人 还帮助他人取现 又比如案例二中的代委 为了达到刷银行流水 办理贷款的目的 在明知对方可能用自己的银行卡 进行违法犯罪的情况下 依旧将自己的银行卡 给他人使用 这两位主任公 最终都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受到刑法的处罚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男子赌博输掉买房钱 与家人争吵后 做出过激举动 另一男子怀疑妻子与他人 有染为报复他人 男子想出一招 两场愤怒之火被熄灭后 放火的人该受到怎样的 法律惩罚 纵活者 法律讲堂 下期播出